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叶子 今天这节课为大家讲解PR中视频导出的相关参数 本节课的重点是熟悉导出各个参数设置以及它们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 打开PR软件,这里有一段准备好的素材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将它导出 首先要选中这段视频,点击人件,导出,媒体 我们发现下面还有几个选项 如果要导出一个视频的话,我们常用的就是选择媒体 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选项是灰色的,也就是不能选中 你们要注意一定要选中这个系列 然后再点击文件里面的媒体 会跳出来参数设置 我们先看一下左边 左边主要是对输出视频的一个预览 下面有一条时间线 我们拖动黄色的箭头 可以看一下我们导出的视频 然后下面有一个圆范围 我们选择整个序列就是导出整个视频 我们也可以导出视频的其中一个片段 比如说我们只导出前八十分钟 将视频的时间线拖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 点击设置出点 而黄色的区域也就是我们要导出的部分了 下面的圆范围也就自动刹长了自定 其中选择序列切入切出 也可以导出其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先将其关闭 然后选择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加时间线拖到特定的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设置入点 向后拉 在这里设置出点 然后这一段视频是我们将要导出的其中一个片段 会发现它是蓝色的 然后选择导出媒体 在圆范围这里选择序列切入和切出 然后它就自动变成这个黄色区域 就变成我们刚才选的一个区域 上面还有一个按钮 圆缩放 有的时候我们选择视频的格式 它会有一些黑胶 可以选择缩放影 填充或者拉伸影片中来 来对视频的尺寸和大小进行调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裁剪输出视频 这个呢可以对导出视频的画面 进行一个桥点 我们点击以后会出现一个白色的框 我们可以拉动这个框 白色线框以内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导出的部分 我们可以自行调整这个尺寸 后面也有一些尺寸来供我们参考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格式 然后拉动一下时间线来进行一下意乱 亮度比较高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导出的画面 右边部分呢 是对于视频的一些导出的三处设置 下面有一个以序列设置匹配 如果我们勾选上它呢 下面这些设置都不可以更改了 而视频输出的格式 也就完全遵循序列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设置 首先是视频的格式 选择视频格式 要看你对视频有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想让视频大小小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FLV 这样输出以后文件会比较小 如果对视频要求比较高 可以选择无压缩AVI 这样导出的视频非常清楚 同样文件也很大 需要导出的时间也很长 我们常用的视频格式就是H264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MT4格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文件大小 如果文件大小越大的话 也就代表导出视频越清楚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预设 也就是说视频尺寸 如果我们想导出一个1080P的 可以选择这种 同样我们也可以导出其他的尺寸 应用于安卓设备或者苹果设备 然后下面这里就是 出出视频所在的位置了 下面就是一个基本的视频设置了 宽度和高度我们都可以进行修改 注意后面有一个按钮 选择在调整大小时 保持针长宽比不变 我们选择激活它 当我们修改宽度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将宽度修改成1280 当它处于激活状态的时候 它的高度也会相应的进行一个改变 然后下面是一个帧速率 帧速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秒所显示的静止帧格数 我们可以将一个视频理解为一张一张图片连贯起来 由于人眼的视觉暂流效果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连贯的动画效果 同样这个数字越高 视频也就越流畅 一般来讲电影的 连速率是24帧 我们可以选择23.976 也可以选择24 大约在这个档里面 下面有一个场类型 电脑最常见的就是组行响的 这个就不用讲 默认就行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纵横比 纵横比指的是像素宽和高的比例 电视像素是矩形 而计算机像素是方形 如果我们导出了视频 要用电脑来播放的话 选择方形像素就好 然后我们发现下面还有几个选项 NPSC和PAL主要应用于电视上播放 其中PAL为我国的电视标准 然后下面有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基线主要应用于 移动设备视频的一个编码 主要应用于手机视频 然后下面这个主要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就于MT4和一些视频播放器 然后下面这个主要应用于 广播视频光盘还有高清电视 我们选择主要就好 然后下面这个级别 主要对应的是比特率 这个级别越高 比特率设置越高 而对应的视频质量也就越好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级别会发现 下面的文件大小也会产生出相用的变化 然后下面的比特率编码 选择VDR就好 然后下面的目标 比特率和最大比特率 在调整过程中一般成为下是同步进行的 同样比特率越高 视频文件越大 然后视频质量也就越好 如果对视频要求比较高的话 可以勾选上下面的使用最高线量质量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关于音频的设置 前面这些编解码器还有采用速率 保持默认即可 后面的音频比特率同样也是 我们可以去它进行一个调整 比特率越高 音频质量也就越好 然后当我们设置好之后 这里可以保存一下预设 就是将我们这些设置保存下来 方便下一次使用 然后点击导出 视频就会输出到指定位置 好了 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 相信大家对于视频的导出设置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谢谢大家的观看